现在呢我们来解说一下这个变金宝盒 首先呢我这里有一张 5块钱的纸 然后呢我现在把它放在这个 放在这里 这有个盖子 把它盖起来 压住它 15秒 12345 打开 登登 5块钱 真的5块钱 变金宝盒 现在呢我来解说一下这个变金宝盒 首先呢 这个道具呢他有 另外一个夹层 小的盖子 小的盖子 这个是底座 有点像楼梯的这个是底座 这个小盖子 那这个小盖子呢就是它的一个秘密关键所在 是不可以让观众发现有这个小盖子 好 那 那要怎么表演呢 如果你是要把东西变出来 因为它其实也可以变出来也可以变不见 好 那我们现在是假设 要把东西变出来 那 如果东西要变出来 它要怎么表演 比如说我要变5块钱 这边说明一下 这个 这个大小呢 只能5块钱 或者是 1块钱 你10块钱是不行的 对不对 10块钱是不能表演 它只能用5块或1块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5块钱 假设呢 你现在是要把 东西 把钱变出来 把钱变出来 你就先把钱放在这个底座 然后小盖子盖上去 那 这样呢 就准备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是空的 那观众看的时候呢 这个 拿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 你不可以在观众的面前 把钱放在这里 那观众就看到 所以呢 你拿出来的时候呢 要表演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就是已经 已经藏好 就对了 5块钱已经藏在里面 那现在呢 我们给观众看的时候 这个是空的 盖子呢 也是空的 放上去 12345 打开 钱就出现了 诶 那 钱为什么会出现呢 因为呢 这个小盖子呢 它已经跑到上面来了 本来我们这个小盖子 是盖在这里的 对不对 小盖子是盖上 盖上去的 所以这样是看不到钱 那当你把它盖上去的时候呢 再拿起来 这个小盖子呢 它会跑到这个 大的盖子里面 它会跑到大的盖子里面 所以呢 硬币就出现 这个是把硬币变出来 那相对的 如果你要把 硬币变不见 其实是也可以的 比如说 我现在把 大的盖子 这是底下没有放东西 底座没有放东西 小盖子呢 先放上去 好 就先这样子 开始表演 就说我这里有一个 5块钱 放在这里 然后呢 把它盖上去 12345打开 它就不见了 硬币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这个 跑到这里来 那这个地方呢 尽量不要让观众看太久 稍微看一下就好 好 那接下来是它的应用 应用 消失 出现都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来做一次呢 它的应用 比如说呢 我现在呢 要变5块钱出来 你空空的变也可以 你拿 你拿一张纸呢 上面呢 写了一个 5块钱 好 这样的 好 自己 画一下 也可以 然后呢 把这个纸呢 5块钱的纸 放在上面 然后盖上去 12345 5块钱的纸呢 就变成 真的5块钱 这样也是可以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这样子 好 我这里呢 有一个5块钱 真的5块钱 那我现在 把这5块钱 放上去 然后呢 盖起来 先给观众看一下 好盖起来 12345 打开 5块钱呢 变成1块钱 喔 5块变1块 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 其实这个道具呢 它是 可以自由发挥的 好就是说 你可以 想看看呢 你到底要怎么去表演 那我这边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这边有一张纸 圆圆的纸 然后另外一面是红色的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纸呢 撕成一半 好 放在这个 变筋把盒上面 好 可以看得到 撕破的 这个纸 圆形的纸 我现在把它盖上去 12345 打开了之后会变怎样 打开之后呢 它会还原 又变好 好 那破掉的纸呢 它就是在这里 刚刚那个破掉的纸 就在这里 魔术呢 它都要透过一些手法跟道具 它不是真的啊 不是真的可以把它还原 也不是真的可以变出钱 它只是透过这些东西 来呈现这个效果而已 好 那我们这个 变筋把 就介绍到这边 你 优优独播 墨